农村小哥剪石头 刚收到网友一个快递啊 这里面有一个大石头 网友说想用来出一个手镯 但是刚才我也看了一下 它这里啊已经有一道很明显的列了 像这种列的话它一般都会进去 就是说不知道有没有贯创而已 它这个地方看起来是有一坨肉 然后这一头它是很尖的 这边的话它这一头也是很尖 也是只有这个地方啊 这里在中间有一个肉包 它这个肉看起来很冰透啊 我们给它打个灯 这个透光非常大 感觉里面应该是很冰透那种 它这种肉质的话 它一般会出现那种物 由于考虑到要出手镯啊 所以不能照列切 因为照列切的话手镯位就没有啊 我打算先给它从上面这里先切一片下来 因为切掉这一片尖之后 它中间会有一坨肉 主要也是看一下这道列有没有贯穿进去 如果它是往这边切过来的话 它这个地方应该还是有一个手镯位 好 我们先给它切一刀 一起来看一下 这个表现看起来是非常通透啊 也很细腻 刚才切了两刀 我们现在来打开看一下啊 来的位刚才一刀下去 墨尔石的一瞬间 哇塞 这里面的话 白棉非常多 这个猎也非常多啊 然后这头还带了一些尖 它中间这个地方有些是很冰透啊 第一刀看不到希望了 又来了一刀啊 一刀下去 墨尔石的一瞬间啊 噢 噢 完蛋了 这个两刀下来 能取到的肉非常少 我发现 只要是这种皮壳的 打灯非常通透 然后你切开里面的话 它一般都是很多棉 但是它的肉 它也是很通透 打灯的话 这个透光还是很大啊 手镯是不可能的了 我现在越来越觉得 只要是切黄了石 都不要抱太大的希望 因为总会让人失望的 农村小哥讲学头 感谢你收看小哥的视频